大家好,我是Stan 4月26号,韩国一位网红夫妇出演一个谈话节目后爆料 因为自己是女骑士,所以在骑车的时候 曾经遭到一位非常有名的爱斗逼车后 还被比了终止,她是谁都会认识的著名爱斗 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虽然在节目中没有公开该爱斗的证明 但是Exo Channel马上就被很多网友们冤枉了 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这位网红有将自己遭到爱斗逼终止的影片 上传到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 但是有打马赛克也没有公开证明 那为什么很多网友们都质疑 这个人就是Exo Channel呢? 事情是这样的 首先,他在影片中打马赛克的照片 是使用了Channer的照片 然后指点在了间接之一Channer的留言 如果反省的话可以原谅他 所以容易被带风向的人以及黑粉们 就开始趁机造谣攻击Channer 真的是非常多酸言 很快SM就强烈回应 该影片里的人不是Channer 车辆也是与Channer不同 将会对散播谣言的人采取强烈的法律责任 实际上Channer的车是G65 V12车辆 而影片中的车是V8以前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程度的话 是不是YouTuber本人也以为是Channer了呢? 没有百分之百确信的话 不能这样吧 我也是看到他在留言区点赞 他以为是真的看到脸了呢 因为说的太有自信 所以我也以为是真的了 对不起误会你了 所以说这种事情 等确认后再骂也不晚 刚才看到一大堆人都在骂他一个 不过这不是关闭留言下载影片的问题 这程度的话应该要道歉吧 Channer加油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